嗨 大家好 我是好想去我的Heaven 我是Tara 但我发现我们今天很特别 我们今天没有出外景 还把场景布置得非常的居家 要来跟大家分享旅行时观察到的各种事情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新企划 旅行秘密日记第一集 我们会有星座和几种人系列 也会有心理测验哦 我发现我们还都穿着睡衣 我也就是想要营造一个 跟大家轻松聊天交朋友的感觉 那今天就是我们的星座单元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哪三个星座是旅行时的最佳礼拜 好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名是哪个星座吧 巨蝎座 看看他的说明 团队保姆少了他可不行 iOS充电线三条 安卓充电线三条 有了 内裤SML 各带两条 口罩 他超可爱耶 我也有耶 哦 水哦 你确定这样有到 哈哈哈哈 诶 按这个也不错看 你很像 诶 时间差不多我们拍一张照出发好了 我们先到 好 好 诶 先吃看我看 我的手机在你那吗 没有拿耶 诶 哇 好强 车子赶快来 我们要去小琉球 好期待喔 你有看过海龟吗 有 超可爱 真的 你咧 你没看过 巨蟹朋友 他真的是那种出门啊 会帮你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的那种 就帮你们藏备药 比方 晕车药啊 当然就是甚至连 我们那时候一起出去搭车啊 他连保险都帮大家说 诶 大家不要保保险啊 所以说这道都给我 哦 真超细心的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 露營的時候 大家不是烤完肉都會坐在那裡聊天嗎 巨蟹座朋友就默默去旁邊把我碗全部都洗好了 巨蟹座真的很棒 果然是大家很保姆 那我們要來看第二名是什麼吧 金牛座 金打細算 錢花在刀口上 欸 我很想要住這種很Chill的海邊民宿欸 會不會很貴啊 蛤 可是夏天就是要住這種啊 要不然我IG都快荒廢了 還是我覺得我們要折中一下 好啊 這可以吧 這不錯啊 蛤 哇 這太強了吧 我覺得金牛座真的不是小器啦 他們其實錢要花在刀口上 就是他們會做好準備做好安排 金牛座他們很注重旅遊的職這件事情 像我之前跟我金牛座朋友出去 是他安排行程的 我覺得那行程我覺得很不一樣喔 因為平常我們出去我們會想 我們要住漂亮的飯店啦 我們要去買東西啊 安排座是非常非常道地 很有當地特色的一間民宿 然後我們走行程的時候那種 有點像深度旅遊那種概念 是什麼傳統市場那種 對 也是沒有說傳統市場啊 就不會去那種很多人 然後網路上你搭觀客去的 對 不會 所以我就覺得剛剛出去 我覺得真的是很特別 好啦 那我們就要進入 萬眾矚目的第一名 大家知道是哪個星座嗎 射手座 大家有猜到嗎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是射手座吧 全場焦點氣氛它Hold住 注 Amazing כway 像我是覺得射手座 的朋友啊 很喜歡交朋友 代人除非他們都覺得很羨煙 也不太會拒絕別人 拒絕了很多朋友 他會說你要不要去 拜託有沒有空啊 好啊好啊 那我就去 我帶他去我的朋友那邊 宣布的人 他只認識我一個人 大家打完招呼 可能就是上個廁所 五分鐘回來 哇塞 好像他的朋友一樣 蛤 你們不是不認識嗎 他在懷疑一下 你真的是我朋友嗎 還是你來錯局了 他們真的可以跟剛認上人 打成一片這樣子 他們最佳旅辦前三名都已經出來了 可是等一下 怎樣 我覺得有遺族之憾 誰 對 像我又覺得天蠍座 我覺得現在很多官員會問號 嗯 天蠍座 可不可以講 因為我身邊太多天蠍座的朋友了 他們都是那種 他們會有點默默觀察的那種人 他會觀察你的一舉一動 然後去做出符合 就是符合那件事的事情 真的假的 那很多是男的 就很神事的那種 我是說女天蠍 我身邊都是女生天蠍 可是我是覺得跟他們出去 他們也真的是非常貼心 我也很喜歡跟他們出去 那各位有沒有覺得 還有什麼遺族呢 你覺得他應該是最佳旅辦 但是沒有我們講到 都可以在留言下方 跟我們一起討論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或想要看我們在聊什麼主題 就可以留言分享跟我們說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